第九题,胖胖喜欢吃泡面,他买了一碗满汉麻辣泡面当点心,包装上面营养标示如幼土,倘若他完全吃光且喝光这碗泡面,则相当于摄取了多少个钠原子,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的化学上算多少个就是要算莫尔,而算莫尔的一个算法就是我们的质量去除以我们的原子量,或者是分质量, 而这个质量必须以功课做单位,那我们的标示上一份是204功课,这个包装含了一份,所以吃光就吃了一份,而每一份里面的钠是2244毫克,那我们首先要把2244毫克换成功课,因为这里的质量单位是功课,所以要除以1000,那我们再除以我们的钠的原子量,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钠的原子量是23,所以这边要再除以我们的23, 所以数学是就是2244除以1000,这边再乘23,然后这就是莫尔数,那么一莫尔是6乘以10的23之方个,两莫尔叫乘2,三莫尔叫乘3,所以问多少个就是把我们的莫尔数,去乘以6乘以10的23之方,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莫尔数,我们再乘以6乘以10的23之方,就是我们多少个,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, 倘若他完全吃光且喝光这碗泡面,则相当于摄取了多少个钠原子,我们答案选的是B2244除以底下分母是1000乘23,再乘以6乘以10的23之方,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